這位是李健良 這是我在沈良的一個朋友 記住這種眼神 有這種眼神就是老虎 老虎啊 在世界上是功成略始 去建立自己的王國 這是一個部位 這位好像是運動選手 然後好像馬英九給他頒獎 這種額頭好像特別高分數 那女生這種額頭也是好的 大又亮 沒有受傷 沒有翻粉之夠吧 那就是一個好像 好這個叫電火球 有像蘇貞昌一樣 超神貴的天秤苦拜訪人 而且要亮 不能受傷 如果有紋路 只有少數好的紋路 額頭紋要挺起不斷不斷 開脫紋了 你的額頭有紋路的話 要挺起 鞭 要鞭 不能夠斷 不能夠斷 那就是你這個人 那就是你這個人 有這種紋路的這個人 就是白手起飆 經歷天心奮 奮鬥 事業有成 好 這種 這種紋路就是不及可的 不及可的 他沒有如何抵起不斷不斷 是不是有點斜斜的 然後短短的 這個懂意思嗎 而且不規格 這都是一種心勞項 如果你是 如果這種兒童是你的祖父 他從小幫你帶他 如果是你的父母親 從小幫你帶他 如果是你的父母親 他把你帶他 要知道感恩 回去要給他一個優孖 要知道孝姓 他是賺幸福錢 來復你們的學位 这是一个新老巷 看看口子 上平视线 有这一些 法系线不平整 你看一个人出身好不好 把他放在那里 法系线要平整 这个骗不了人 法系线要平整 如果你的法系线不平整 可以应验在几个地方 你的出身是并半三 出身一般家庭 如果你的额头又低窄 那又扣一分 如果有受伤就扣一分 如果你的法系线是平整的 额头大又亮 那你出身在 至少在小康以上 有可能是富贵家庭 所以大家闺秀有家人有钱没钱 看乡好了 不是看水麦哦 是看向你每次都看笑话买 好 耳朵第一宅这个就恶破了 天仓是这里 我们的眉尾 往这个法系线斜上四十五度 这里都天仓 什么叫天仓 父母给你的财仓 就是说 如果你的天仓饱满 你就是会有出财 如果你的天仓失陷有受伤 你就是要注意摸摸 转下来 让你那些瓜子啊 金啊 转下来 往台头的 有上班都是不好 好 接下来让各位看一下影片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要放的是我在演讲的一些场景 给各位看一小段 他的耳朵也不错 没有哭 但是有高翻 在七十分声音 在两个中间 兄弟公司没骂 父亲公司也都很接吻 子女公司下延前 略有军东西也很接吻 父母公司略降 前名公司301 你记得把基金 301 福利公司看下巴 十二公的位置 像他这个 而且门口大 眼睛点细长 这方面本来就走绿了 因为这个到底怎么讲呢 眼睛大抵你的亲戚神的外眸 人家容易动察你的心思 眼睛小 精气神是内力 人家不容易动察你的心思 我在心里却在人量却是这样的 这样 像老婆总的名字就是老 那你有的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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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比他先离就是没有 有的 这比他早离就是没有 下绝他发歌人云灾 就在老时代 甚至可以追到命上司 该怎么还早离 这比他早离就是没有 这比他早离就是没有 不用 我不用 你让他早离就是 你让他早离就是 穿起 但是这样去 就是 你要不要去死 那你不要 就是 航空去死 看你要乐什么 你那不论 身体 都要求救 表力 全部去跨他们 都要求救 跟他说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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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继续 那个 刚刚就是我 办演讲 像每個專題不一樣的演講的狀況 這才11點多了 還沒講到眉毛 所以要趕緊進步 像這個 來 那個男同學 找個帥哥 來 那個是你 然後你找這個 然後你試過你找個帥哥 蛤 左邊這個喔 為什麼 右邊那個喔 為什麼 欸 這個很三星兩星耶 右邊那個喔 為什麼 長頭髮 長髮 挑一 短髮 笑一 來 欸 這位同學 如果是你 要挑哪一個 你希望挑到未來的女朋友是哪個樣子 很簡單 只有兩張我沒有弄鼓掌給你看 右邊喔 為什麼要挑右邊這樣子 蛤 什麼叫水靈秀鈴 要有靈性啊 你覺得 這位女婿同胞 她的眼睛有靈性嗎 對呀 這肚蝠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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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蝠 你的氣色如果和眼神不及格 表示你當下的狀況是不ok的 不ok的只有兩種情況 一種是健康 一種是感情 如果是三種再加一個賢彩 從這三個角度去思考 欸 看相對不順嘛 都困難了 你有紀念值 你的理論正確 你的推移 順暢 就是美顏必重 所以這種眼神是不及格的 這種眼神是 他讓你看起來不會有牙齦 含水度夠 有秀麗的感覺 那當然我們看眼神會做到其他的 其他五官的牽引所影響 像 如果你第一次來講 這個比較大隻 這個比較小隻 平衡安全 如果說複色白 兩個都一樣白對不對 嘴巴哪一個比較大 雖然它有效 雖然它有效 可是你可以想像 它沒有風味曲這樣 它的嘴巴還是比較大 這樣可以理解嗎 就這樣看 好 好 這是今天的重點 龍眉巴有這個要照相 記起來 可以照相 記起來 B 什麼叫推 我們這裡是命宮 命宮要推開 我們眉毛不應該長毛的地方是眉頭 這個很重要 所以 來 兩指五就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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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女生要1.5 男生要25 以上 像我我就25 我的眉毛是退 好 第二 伏片 伏片就是要 那個 毛一根接一根 同一個方向 叫伏片 不可以 被當唱唱 被當養 如果你的眉毛有逆生骨胖胖 你的性情就是不稳俊 你贏了一个放脾气 女生如果身体起来的时候 眉毛会站起来 那是正常的 情绪会不稳俊 懂吗 如果你24小时 你的眉毛都站起来的 看 整个月啦 那是不正常的 好 眉长过目 眉长过目 来 看一下所有邻居 有没有眉长过目 这位同学你的眉毛不错 眉长过目 来 站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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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比较远 刚才有看到 眉长过目 有没有 过眼角 眉长过目的 你有理财能力 情绪稳定住后 会有这两个 然后他鼻子也断平 怎么把眼睛做 我会惊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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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单眼皮吗 单眼皮算冷静 不是说双眼皮不好 双眼皮你比较感性 如果你眼睛大 双眼皮的女生 你要走共产路线 你可以从演艺试验发展 但是前提是你皮肤还要白 你可以从 年轻的 顿班开始 去帮他化妆 你试着做 真的 你试着做这种场面 你试着做这种 委屈 美好的尾巴要收 这一点很重要 换你意欲 会不会理财 有没有理财能力 是看美好的尾巴 尾巴要收 来看一下左右连区 有没有委屈 委屈 委屈很重要 如果你的眉毛过目又委屈 哇 你要散吗 困难 诶好吗 等到你走眉运的时候 三十几岁眉运的时候 你一定会划 会划 好 再来 居额 什么叫居额 眉毛要转到额童 并起来像废话 有些人眉毛没有长在额童 叫做眉压眼 长在你这个眉骨的下面一点点 眉压眼的人 是极性质 个性较紧 好 眉压眼 再来 油彩 油彩就是 眉毛要看起来叫 乌黑亮丁 可是就不能 太西黑 乌黑亮丁 这些 眉毛就是 要看起来这样 紧紧紧紧紧就好了 但是你太乌黑亮丁 他们是不好了 眉毛要更更健康 再来就是长仰 更更健康 长仰 眉毛要长 不要短短的 短短短的那个兄弟都会影响乌鸡的情感 长 而且要矮 矮就是有幅度上去 长仰 最好 刚开始的眉毛最好 眉峰要见脚 你的眉毛过了眉身三分之二 要有个角度下来 比方说我们游乐利保元 段仪康 他的眉毛就是见脚 眉峰要见脚 这个男的就会分手 比较有个性 然后这个眉毛如果有一个弯 要像女生这样关约 好 那我凶狼比较避暗的时候 他都比方便 没有 先喝吞辣 喝吞辣 那可是我看不出来 你们现在有没有画的 你有画没画吗 有吗 所以不是延期状态 你有没有画 你有画 找一个没画的 有画就画的好是补强 好